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别让人定义你是谁 有部法国电影 名称叫做贝里一家 影片中的女主角宝拉 是一位从小生长在法国乡下 看着小牛出生的少女 宝拉天心乐观 总是哼着歌帮忙家务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也是她父母亲对外联系的 桥梁和发声筒 因为宝拉的爸爸妈妈 都是荣雅人士 连唯一的弟弟也是不会说话的 但像他们这样 四分之三家庭成员 都荣雅的残障家庭 不但没有像别人以为的 活得很悲惨 相反的是 他们生活得比许多人都还快乐 更有意思的是 宝拉的父亲 虽然因为家中经营牧场 背负许多的贷款 但是当她发现一个很糟糕的民意代表 又要出来骗取选票时 她就恶话不说 决定出来参选 而同为荣雅人士的太太 基于对丈夫的信任 完全支持 并且协助竞选 过程中 宝拉的父亲 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残障是障碍 反而以她长久在地丰富经验 为小镇的未来勾画美好的蓝筒 且当所有的人都在质疑身为荣雅人士她 为何出来参选时 宝拉的父亲说了一句很有力量的话 她说 龙子又不是残辈 只是一种身份 这句话给了所有身体健全 却只会抱怨 不愿意改变的选民 以及最重的当头棒喝 也让许多看电影的观众们开始思考 为什么一个荣雅人士 讲话能如此有力量 并且充满正面的能量呢 亲爱的朋友 其实这部看是很简单的电影 当初在法国上映时 出乎意料之外的 吸引超过七百万人的观看 原因之一 就在于她让人开始反问自己 我是谁 她也唤醒了身份认同的重要 因为只有一个知道自己身份的人 才能活出健康的自我形象 就像电影中保拉的父亲一样 身为一家之主的她 因为认识了自己的价值 所以她能突破自我的限制 有能力地领导保拉一家的人 亲爱的朋友 你又是让什么来定义你是谁呢 是你坏在的身份职位吗 或又是别人的评价呢 你觉得自己是有价值 是值得被爱的吗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任何事物 能使我们失去上帝的爱 也就是说 不管你觉得自己多糟糕 多差劲 甚至是很失败 你有很多的缺陷不足 你仍然是蒙爱的 上帝一样爱你 因为上帝看你是宝贵的 看你是他美好的创造 或许你还在过程 是在施工的当中 但这完全无损你的价值 你的尊贵 你仍然是上帝所爱的 亲爱的朋友 今天让我们学习 像电影中保拉的父亲一样 以正确的眼光看自己 你要对自己宣告 我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的 我是尊贵的 我是蒙爱的 上帝必要祝福你 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使你每一天的生活 充满了力量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